你們自己看 那個地面 直到我們現在爬到這邊 在下面的時候就跟導演講說 其實導演講說OK啦 沒問題 我們現在爬了 有一半了嗎 比一半還多 比一半還多 就是剛超過一半的一次 所以我們還有一半這樣的度 要走 原本以為到懸崖飯店 頂多耗費體力攀岩還有爬山 哪知道 接下來要面對的 是要駝過新房 到了嗎 在下面了嗎 飯店在哪裡了 先滑去到那裡 然後再滑過去 對 天啊 阿厚阿 阿厚 真的是生日快樂 我 緊張 我現在有點 頭皮發麻 全身 OK 你去逛逛嗎 對 我去逛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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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逛逛 好 你去逛逛 好 好 好 1 1 我今天學會了一個成語 叫做目瞪口呆 媽媽了 怎麼可能啊 怎麼可能啊 我相信每個人都有他的罩門 認識我的都知道 從小我連海盜船都不敢玩耶 沒想到這次竟然要飛過兩座山 這就像是怕蛇的人 要他躺在蛇堆裡 喔 3年島吃理性啊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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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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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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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強喔 我超害怕 怎麼回事 哇 超可憐 你飛得很好啊 還不錯啦 第一次留守就能順利飛行 其實我還挺有天分的嘛 不過這還不是最開心的 真正該開心的 是在我們翻了兩座山後 終於 終於看到懸崖飯店的身影了 終於 我們看到了懸崖飯店 就在我身後 現在感覺超想哭的 不容易耶 真的 除了累以外還有很多的恐懼要克服 我們就只剩下一點點路 剩下一點點路 我們就會成為台灣第一個 上去這個懸崖飯店的節目 你們就要成為第一個 看節目看到的觀眾朋友 我們很幸運你們也很幸運啊 對不對 好啦 最後一點點路 我要出發了 在高山鎮的消磨下 所有人都是靠意志力在撐 體力透支讓人非常的不舒服 我甚至動了想要放棄的念頭 會覺得 做節目有必要這樣嗎 抉擇的天秤從來沒有停過 而這些疑問 就在我看到目標的時候 找到了前進的答案 到了 到了嗎 下面有嗎 來的 在到處 一些 привет 是嗎 隱嫁 有 mit 是嗎 ух 啊 我們花了兩個小時的時間 爬到這裡 心裡有很多是髒話小孩 但是到達的時候就 很有成就感 因為我們是台灣店 台灣第一個讓觀眾朋友 親眼看到懸崖飯店 就是我的世界店 我做到了 我們終於帶大家爬到懸崖飯店了 我很確定世界的一定是第一個 代表台灣來這裡拍攝的媒體 這裡是被封為世界上 最刺激最不要命的地方 這裡是全球媒體爭相報導的總額 告訴你 我們做到了 它敲開了 它敲開了裡面 進去裡面 我們到了 這邊好暖和喔 因為在上面啊 畢竟我們在高山上 所以冷風一直吹超冷的 這個床 好舒服喔 這邊可以彈彈彈嗎 應該是可以吧 可以這樣跳吧 因為那邊只有寫No Fire 沒有寫No Jumping 應該是可以吧 處理舒服了 但是我髮型會很吵 很吵是不是 很吵 快點 我真的要緊啊 天啊 天啊 這麼嬲 好舒服喔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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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剛剛在那個 攀岩下來的時候 有多恐怖 因為你沒有抓好的話 風只要吹一吹 然後就一直搖擺 我跟樓下的人講一下 我到家了 不要擔心我了 我身高180公分 沒有完整的 來這邊 這邊呢 你們就可以知道 我們剛剛爬的時候 有多辛苦 是峭壁耶 就很像東海岸有沒有 你看到的那種峭壁 沒有在騙你們 還好這個床 好舒服 好好開心喔 現在腦到了 但是等一下要走下去啊